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用揉面团的时候呢 就轻轻的用手边卷边收 边卷边收边卷边收 然后呢适当的大小之后呢 適當的大小 你就把它收到你的左手的虎口上面 那不夠的時候呢 用右手進行填充的動作 差不多大 你就可以使用虎口把它直接夾斷 夾斷了之後呢 一定要快橫準 一夾 它那麵糰呢 底部 就會非常漂亮的收起來了 這樣子的形狀呢 你就直接放置在你的麵糰盒裡面 進行發酵就可以了 那 一般來說呢 像我們在發酵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發酵到怎麼樣才是好的狀態呢 當你揉完的麵糰 如果是這個大小的話 比如說像現在我們的麵糰是200公克 那如果你要發酵到好的話呢 一般來說會是在於 兩倍大 差不多兩倍到2.5倍的時候 就代表說它是發酵完全的時候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像我們這一個 這是我們剛剛 進製的時候呢 分割起來的麵糰 這個是發酵好的麵糰 一般來說呢 從靜置好的麵糰到發酵好的麵糰呢 大約是經過7到8個小時的發酵 那這樣子的麵糰呢 才能夠使用 那除了我們可以從時間 外觀來判別之外呢 那也可以從你的 比如說柔軟度 當一個麵糰在按壓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沒有黏性的 但是當你發酵的麵糰的時候 你輕輕按壓 它其實會黏住你的 黏住你的手的 那就代表說你的麵糰已經發酵好了 那我們呢 通常在亞洲啊 在操作這個麵糰的時候呢 因為畢竟 我們的使用量啊 或是 比如說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並不是這麼好控制 所以呢 一般都會放在冷藏 冷藏的時候 進行抑制它的發酵 那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當這個麵糰 發靜置 揉好 靜置揉好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 適當的發酵5到6個小時的時間 那當我們 要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再從冰箱拿出來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發5到6個小時的時候 先放在冰箱 冰箱 抑制它的發酵 那要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抓2到3個小時的時間 把它拿出來 回溫 那我們就可以正常操作 其實是不影響它的品質的